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此 大多数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香港亲中的媒体 星期五 也就是10月6号转载的时候 多倚 蓬炮抹黑 蛮横无理 或者是新冷战 等一些字眼来抨击美方的这一决策 不过 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却表达了 和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大相径庭的立场 为美国叫好 其中 部分网民对孔子学院的恶评更甚于美国 他说中国网民的微博上所发表的一些反对孔子学院的一些意见 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首先对中国困战党过往批判孔子 现在就在全世界普设了500多所的孔子学院的做法颇有意见 甚至还有文章直指孔子学院是帮助中共的权贵者 找工作办绿卡的腐败无能机构 一位来自黑龙江署名为黑川折顿塔的中国网民就表示说 这就是外部力量帮助我们的领导来纠正官僚低效文化输出的方式 节省资源 他说谢谢了 而另外一位来自广东合园的网友就表示说 感谢美国办孔子学院浪费纳税人的钱贪腐的玩意儿 并且输出的是腐朽的文化 纵然有不少的中国民众从美国帮助中国纳税人节省经费的角度 来揶揄支持美方关闭孔子学院的决策 但是也有不少的民众对于中国政府这种干预式的意识形态的输入模式 甚至是中国单向输出的不对等的做法 不以为然 一位来自北京丰台区的网民就表示说 输出意识形态 不要用政府干预 拍好电影 写好小说 教育交流 吸引好游客都好 这么多的好办法 为什么一定要开设一个官方的学校呢 另外一位北京东城区的网民就表示说 这叫啥新冷战 公平对等而已 先问一问美国能在中国开耶稣学院吗 也有中国网民从经费和人员组成结构的角度 来批判孔子学院的设立 一位来自北京 署名为元老院收税者的网民就形容 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吃爱国饭 传播半吊子国学混乱的经营战略 因此他认为这些人本来就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负责任 并且为孔子学院被关闭负上主要的责任 他还问道 现在这群人能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回国究竟是谁愚蠢呢 事实上美国自从8月初开始就已经宣布要求 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坛之后 就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有将近9000的网民当天在一则中国内地媒体澎湃新闻的 官方微博的留言区就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意见 其中相当多的人反驳美方的政策 甚至有孔子学院教师的老师留言表达对该学院的支持 他指出 作为孔子学院下面教学点的教师 他们真的很用心地在当地教中文 孔子学院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 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还是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只能说路还很长 不过当时已经有不少的中国网民提出了对孔子学院浪费钱又无能的质疑 也获得了不少的点赞 一位中国安徽的企业主署名为吃货老夜的网友当时就指出 人家美国是要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使团 理由是该组织受中国国家控制并非民间的机构 评论里却在炒孔子学院到底有没有用 看来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控制的 大家都认为是实锤 没什么可讨论的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则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 他说孔子学院是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 加强中国与各国人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长期以来 美国孔子学院都是大学自愿申请 中美大学本着相互尊重 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 来进行合作成立的 其运作的管理公开透明 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 恪守大学各项规范 为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受到了所在大学和美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另外他还说如果美方这样做的话 中国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 再来看一下习近平南巡 刻意的冷落地产商遭到了猜测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就说习近平任内的第三度南巡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 就表示要持续改革开放 并且实现内外双循环 评论认为习近平的发言并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他在表彰大会当中 漏掉了地产商的细节 却是耐人寻味 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南巡 这是习近平2012年以来第三次的南下市场 又时逢中美贸易战 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困境 以及中国在世界负面形象再创新高之际 习近平的表态也备受关注 习近平南巡的亮点是10月14号出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 不过习近平近一个小时的谈话 被外界认为并没有什么新意 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就认为 在中国内外交困之际 习近平意图强调国内创新 并且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彭博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则关注到了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场隆重的庆典当中 习近平似乎对中国的地产商有点冷落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习近平在大会上表扬了 40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的模范人物 上榜的囊括了科技、金融、生衣、时尚 还有三位香港人 却不介于深圳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 地产开发集团的人物 一路在模范名当之外的 包含了1984年在深圳发迹 成为中国最大地产开发商之一的 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 还有目前出现了债务危机 传出被要求与上市国企重组的 恒大集团的主席许家印 以及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对比10年前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胡锦涛 则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大会时 高规格的接待了李嘉诚 习近平在2017年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语言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冯博社的署名文章分析认为 在中国与美国全面展开了经济战争 北京政府力推经济内循环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更不乐见国内房价的飙升 可能累积的债务风险以及泡沫 因为这会降低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 中国的房地产商这回成为了 新改革开放路线当中的眼中钉 不光是深圳的开发商不受待见 在中国的北方 另外一位地产大亨 还面临被清算 北京是前华远地产的董事长 中共的红二代任志强 因为贪腐案遭重判18年 任志强的支持者认为 他真正获罪的原因是批评习近平 今年2月份的时候 任志强发表了一篇 扒光了衣服 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批评习近平用自我吹捧的伟大功绩 来掩盖疫情当中的错误 几个月之后 任志强遭开除党籍 如今深陷淋雨 任志强曾经说过 这个社会上最缺的不是谎言 而是实话 NBA火箭队的莫雷辞职 央视讽刺说 一路好走 来自美国电影的报道说 在美国NBA休斯东火箭队的总经理 莫雷辞职之后 中共的投射 央视的CCTV 星期五警告表示 任何企图伤害中国人民情感的言行 都要付出代价 央视体育频道发言人 还用通常送给逝者的祝福语 来讽刺莫雷 并且称 希望他一路走好 莫雷辞职的消息成为了 中国网络的热搜新闻 中国网友一面倒的叫好 很多人认为 这是央视复国NBA比赛的交换筹码 不过中国媒体相对谨慎 除了指NBA在中国全面复苏有望之外 并没有将莫雷辞职的原因 与央视复播联系在一起 央视体育频道的发言人 10月16号的上午也只是表示 已经获悉莫雷辞职 对此不做评论 并且表示祝贺史东 升职为火箭队的新任总经理 力挺港人要求民主的反送中抗议的莫雷 去年10月4号的时候 在推特当中 贴出了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 随后NBA的总裁 亚当肖华表示 中国政府曾经要求NBA开除莫雷 被拒绝了 由于莫雷与NBA拒绝盗窃 央视带头抵制 先停播火箭队的比赛 然后全面停播NBA的赛事 中国的厂商也停止 与火箭队的商业赞助 而一年之后的10月10号 央视体育频道突然复播NBA的比赛 称之为正常的转播安排 洛杉矶湖人队最终获得了总冠军 随后2007年到2008赛季起一职 担任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 并且立下了汉马功劳的莫雷 10月15号的时候 宣布从11月1号开始辞职 48岁的莫雷在市民当中 没有提及他的推文 令NBA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事情 中国是NBA最大的海外盈利市场 NBA的总裁此前估计 以NBA遭中国抵制 联盟损失约4亿美元 中共一向对敢于批评 其人权状况的外籍球星 或者是一人进行制裁或者抵制 导致了后者在谈及中国时表现谨慎 NBA的球星詹姆斯 虽然在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上 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是却被批在港人争取民主 和中共侵害人权的问题当中 不敢作声 中国著名的NBA评论员在腾讯网 就发文表示说 莫雷辞职 应该要感谢此前淘汰火箭队的胡人队 他说要不是胡人队 这件事情还真不好办 他称过去一年 NBA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痛苦 胡人队和球星詹姆斯 拯救了火箭 拯救了NBA 至少拯救了NBA在中国的未来 屏蔽拜登电邮门的报道 推特的执行长认错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说 推特的执行长杜希16号的时候表示 推特以内容有疑虑为由 直接的封锁了一篇有关于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的 新闻链接 这么做是错误的 他的推特上表示 直接封锁网址是错的 我们已经更新推特的政策 并且强制的执行 以修复此状态 我们的目标是尝试加入来龙去脉 现在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川普的进行团队的账号发布的影片 内容与拜登的儿子韩特有关 推特以新闻真实性有疑虑 需要等候事实的审查为由 暂时的封锁了相关的报道 后来已经解除 纽约时报近日在报道当中声称 取得一台拜登之子韩特丢弃的电脑 并称电脑当中存有涉及拜登父子 在乌克兰商业事务的一些资讯 推特发言人昨天稍早的时候表示 基于公司对遭黑资料与张贴私人讯息的相关政策 暂时禁止川普竞选连任账号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内尼和纽约邮报的账号推文 推特政策主管盖德昨晚表示 公司就稍早的举措收回了外界的回应之后 已经决定修改遭黑资料的政策 盖德在推文当中表示 我们不会再移除遭黑的内容 除非他直接被黑客或者是他的同伙来分享 消息传出说 日本暂时不参与美国的亲网行动 来自日本独卖新闻16号的报道就透露说 日本已经通知美国 目前暂时不会参加美方将中国企业 排除在电信网络之外的一个计划 消息还说 如果存在安全问题的疑虑 美国将采取自己的举措做出应对 同时也将与美国进行合作 日本或称将继续使用中国企业参加日本的网络建设 根据路透社16号的报道 就表示日本媒体指 日本目前不参加针对中国企业的美国亲网计划 美国国务院在8月份的时候 发布了一项名为清洁网络计划的更新版 要求将源自中国的电信企业云服务供应商和移动应用 距离美国之外 华盛顿正在以安全为由向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在5G网络当中禁止使用中国的华为设备 报道还引述了独卖新闻的信息 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早些时候 在日本东京与日本的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会晤的时候提到了清洁网络计划 该报表示日本告诉美国 东京不能参加排除特定国家的框架 但是如果当前的美国计划有所改变 日本将重新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